新選熱門養生保健 保暖用品 暖新美食商品 一次購足讓你從頭到腳都暖呼呼 指定商品消費滿額 2,999 元 贈購物金 200 元 趕緊上網搜尋 快點購 到暖東保養專區挑選好商品 樂享好康 不錯過 來自菊島的尊榮味蕎宴 澎湖浮澎洗來燈 五星嚴選頂級海皇干貝XO醬 極致口感鮮甜海味 嚴選新鮮頂級海鮮 有肥美鮑魚 新鮮大干貝 高檔石斑魚 秘製獨家配方 拌麵拌飯入菜都適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馬上擁有 快點購獨家組合熱賣中 上網搜尋快點購 海皇干貝XO醬 美味送到家 今天最熱門報您最該知道的新聞 聊天室的朋友們 大家晚安 我是馬德 林辰佑 今天一節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來關心社會焦點 高雄鄰園區 凌晨發生了民宅槍擊案 有住戶就直擊 從凌晨三點多開始 就有一名蒙面的黑衣槍手 持著長槍下車 就對著一棟透天錯開始掃射 連續三次來開槍 一共是開了六槍 巨大的槍聲讓鄰居嚇得都睡不著覺 警方也在12小時抓到了嫌犯 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是一名未成年的少年 公称跟屋主借了30萬 雖然已經還清了 卻疑似有口角糾紛 才會開槍警告 清晨三點天還沒亮 一輛黑色轎車咻一下開來停在路中間 一名黑衣男下車手上拿著一把長槍 下車邊走邊拉槍機 接著上躺走進巷子裡就開槍 巨大槍聲讓人驚呆 黑衣男開完槍直接快閃 飛奔上車開車離開 鄰居整夜睡不好被槍聲吵醒 因為黑衣男三點開始 每隔20分鐘就來開兩槍 前後開了六槍 一樓鐵門被開四槍 四個彈孔大洞 二樓玻璃窗被開兩槍玻璃破裂 鄰居說屋主在國營事業上班 買下偷天座舊屋新蓋 另外路口的通訊行 前一天還被車撞壞鐵門 兩個受害屋主是好朋友 懷疑是同一個人犯案 一天就撞壞了 我才會說怪獸要做人家 今天早就開這條 現在要做工程 接連衝撞房子 對偷天錯開六槍 警方十二個小時內逮捕 未成年開槍險犯 跟一名堅硬共犯 瞭解是借錢關係 為了三十萬 就後起爭執才去開槍警告 警方也找到犯案車輛 車上有甩棍鋁棒 跟打斷的木球棒 是否還有其他共犯 還有待釐清 記者王毅玉 高雄報導 宜蘭有一名29歲的林姓男子 因為搭計程車一再改地點 就跟問蔣發生了口角 結果他居然持槍恐嚇 交保第二天又為了債務問題 跑到朋友的住處對空鳴槍 等於說他三天內兩度持槍恐嚇 現在被檢察官裁定 必須要天天到派出所報導 手不要鬧 手拿出來 手在我探討的地方 遠景大聲呵斥上門逮人 眼前這名男子的隨身包裡 竟然釣出一把手槍 現場氣氛相當緊張 站起來 我沒命 站起來 站起來 沒東西 你站起來 這裡有東西 哪裡 沒東西 來出來 這裡有東西是什麼 走到靠前 男子不斷大聲嚷嚷 就怕一個擦槍走火 警方立刻將人上銬帶回 這名靈性嫌犯 12月初在宜蘭羅東鎮中山路 搭計程車時 因為不斷更換地點 和司機發生激烈爭執 沒想到他竟然掏出手槍恐嚇 嚇到司機 聯盟向社區警衛求救 報警歹人 沒想到更扯的還在後面 交保才兩天 3號凌晨 他又因為個人債務問題 跑到東山鄉 逸城路朋友住處 一個不滿 只能拿手槍探出車窗 大半夜對空鳴槍 恐嚇意味濃厚 警方擴報後展開追氣 埋伏看準時機 成功歹人 並在他住處搜出槍管 喊64發子彈 前案一 刑法恐嚇罪 槍炮 彈藥 刀屑管制條例 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天兩度持槍恐嚇 根本沒把公權力放在眼裡 一犯再犯 檢察官下令 嫌犯接下來每天 都得向派出所報到 好好反省以示警惕 記者綜合報導 最近有大量的台灣水產 酒類等等的食品被大陸禁止輸入 現在有報導傳出高筆名店 加德鳳梨酥也是其中之一 而且還被要求補件的時候 要附上詳細的配方比例 所以他們才會放棄補件 加德鳳梨酥今天也發布公告指出 本店是在台灣創立 一路走來都使用的是上等的食材 做好品質把關 才能夠得到國內外顧客長期的信任 為了要力求品質穩定良好 仍然是以在地經營為主 因此外銷與否並不影響經營 加德高炳始於台灣 也深耕在台灣 做好優質高炳服務顧客 才是經營的目標 來看到這個是加德鳳梨酥的貼文 而繼續要來看到台灣的食品 遭到禁止輸往大陸 那麼蔡政府口口聲聲的說 這個是政治因素影響 食藥署也強調 有努力協助業者來註冊 而且還主動打電話聯繫 可是我們實際找到受到影響的業者 怒轟當初食藥署根本是一問三不知 甚至還要他們自己去問大陸海關總署 等於說讓他們求助無門 現在名嘴就痛罵蔡政府 執政無能的話就趕快承認下台負責 不要總是怪對岸突襲 拿來當藉口 台灣食品陸續被禁止輸往大陸 水產類衝擊產值超過台幣60億 加上新一波遭進的酒類飲料等 衝擊的產品恐怕突破150億 大陸稱是業者註冊不符合規定 但蔡政府歸咎政治因素 還說有主動協助業者秒被打臉 已經在補件這個我們都聯絡過很多次 我們都主動打過去給每一個廠商 他只是來一份就是Email通知而已 就叫我們趕快補件 把這些資料交給食藥署 那他直接講說針對文件缺流不合格 叫我們自己去問中國海關總署 我們怎麼可能問得到呢 如果是需要我們推薦的 我們再提供一些意見給他 讓他去註冊 從3月到現在已經七八個月了 他一問三不知啦 他說他們也不知道要補什麼資料 所以他的身分根本就是只是 幫我們轉資料而已 大陸去年4月已經公告食品註冊新規 藍英轟蔡政府不當一回事 非得等到食品被禁止輸入才來跳腳 大官門一出事就說對岸歧視台灣 還說大陸不見期限比別國短 問題是中間一年多蔡政府到底在幹嘛 很明顯就是我們的政府官員怠惰 然後又因為蔡英文整個政府是抗中保台 所以你根本自己斷絕了跟對岸的聯繫管道 政府如果根本沒有跟對岸斡旋的能力 你要早一點告訴全國的民眾 而不是等到事情發生才說被突襲 人家突襲你三年了嗎 然後我們農委會 哇塞我們拿我們的錢 當作這個散財童子 全部補助 這個補助那個補助 全部都補助 只是用心在騙選票而已 沒有用心在執政 明嘴痛批政府抗中保台玩過頭 斷送兩岸金帽 如今銷路產品大卡關 對比藍營還率團赴廈門溝通協商 蔡政府卻是一張嘴狂喊政治打壓 看在百姓眼裡不知作何感想 記者黃明君王之人台北採訪報導 而大陸繼農於產品之後 又暫停台皮跟金酒疏銷 而對此府苑是口徑一致 都怒嗆中國是歧視 沒有想到現在連明代 要來幫政府的忙也被罵 就是立委陳玉珍 他跟金門、連江 兩個準縣長前往大陸 要來溝通解套重啟小三通 以及產品輸入居然被禁止了問題 也被罵說是在作秀 陳玉珍就說 那大陸對我們買東西就叫作統戰 不買的話就叫作打壓 這個沒有道理 應該是要從產業的角度出發 多多溝通才對 藍尾賴士寶也直呼 政府無法解決明代出面 還要被罵2024 準備再輸一次 與其作而言不如起而行 立委陳玉珍才剛出院 就要動身前往對岸跟準金門連江 兩縣長 溝通解套重啟小三通 跟金九被戰時禁止輸入的問題 因為說別人買我們的東西 然後就我們就說它是養套殺 那好像說就好像有人一直說 大陸如果買我們的東西就叫作統戰 不買我們的東西就叫作打壓 我覺得這樣是沒有道理 大家做生意往來 來經貿上兩岸的互動是這麼的多 輸入產品一波波被禁 蔡政府抗中台詞如出一撤 沒有解決問題 在黨明代想要建立管道 卻被綠營大摔沒有代表性是在作秀 它是一個國家的代表去得好 我覺得它是在作秀的 因為它一個人無法代表台灣人的意見 服務院口徑一致 矛頭對準大陸違背WTO的規範作業 臺灣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 但是中國違背WTO的規範作業 獨對臺灣特別苛刻 畏業者來爭取希望中國做生意照規矩來 自己沒辦法解決問題 人家有人要幫你解決 你要圍攻人家什麼呢 執政黨如果沒有辦法從這次選舉學功課的話 2024準備再輸一次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 我國2021年出口到中國大陸跟香港的飲料酒類跟醋類 金額大約是3.37億美元 換算約新台幣百億元損失 沒有辦法只能夠靠口號之國 這個蔡政府它還是蘇類格還是應該將心比心 我一直要這樣子講 要站在這個民間業者的這個角度來思考 看看日本政府早在2021年 就讓大陸官務總署公告登錄註冊表單一次不插翻成日文 還製作詳細的表單一步步輔導業者填寫流程 民間政府牽托卸責 農漲企業大失血又由誰來負責 介於大家好 介於特別報導 北市立委補選民進黨的參選人吳一農被藍軍爆料 把壯闊台灣聯盟的公開募款 拿去用在個人的選舉宣傳 因為券募的690萬元當中 光是多項的宣傳費用 加起來就花了超過六成 因此現在網友就嘲諷 你根本就成了壯闊台灣 明澤也炮轟這個就是假公益真競選 當初認為捐款能夠壯大台灣國防的人 別被騙了 綠營正二代吳一農被外界質疑沒啥實際作為 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高喊壯闊台灣 但藍軍大爆料 壯闊台灣聯盟的公開募款 竟然被拿去用在吳一農個人選舉宣傳 這些影片細看主打的都是吳一農個人 大家可能相挺的是壯闊台灣的理念 結果沒想到全部都在宣傳吳一農個人 沒有點擊超過1萬 然後吳一農說這些總共要花到400多萬 那只能顯示吳一農也蠻浪費錢的 攤開帳目預計券目的690萬 其中緊急應變課程宣傳就花了180萬 影片腳本拍攝後製也要200萬 還有數位平臺廣告費 總計宣傳費用加起來442萬 超過募款總和的六成 煩刀志工講師教官相關的費用才78萬 只佔總經費的11% 名嘴質疑是假公益真競選 這一些當初認為捐這些款能夠壯大台灣國防人 其實你們全部都被騙了 因為他的目的只為吳一農個人宣傳而已 相關的單位應該要去清查他的帳目 到底本身有沒有問題 壯闊台灣的後盾計畫 本應該要培養更多為危機做好準備的人 如今募款不是為了國防 有人質疑難道是為了吳一農自己的選舉做宣傳 壯闊台灣的帳目是非常清楚的 他跟選物是完全分開 壯闊台灣協會的人員跟選物人員是分開的 網友嘲諷這下壯闊台灣變成壯闊台灣 這就是綠能你不能辣 更有人狂酸這是學小英挖窮苦人家的小豬鋪滿嗎 吳一農號稱國防專家 但兩任國防部長卻都不認識他 壯闊台灣聯盟募款目的還被打上大問號 隨著選戰倒數吳一農這一票選民買不買單 沒人知道 記者 台北採訪報導 選台北市長蔣萬安的小內閣終於掀開鍋蓋了 第一波的小內閣名單曝光 李四川確定是接任了副市長 而新任都發局長王玉芬 則是北市首位女性都發局長 也成了其中的亮點 蔣萬安更是借賓喉友誼 象徵是蔣喉合作的起手勢 但是外界點名副市長仍選的立委林奕華 怎麼沒有出現在第一波的名單之內呢 對此林奕華口風非常的緊 只說蔣萬安還在廣征人才 飯要煮好 甚至要等久一點 鍋蓋掀開飯才會香 把小內閣比喻成悶飯 這回蔣萬安終於掀鍋蓋 公布首播小內閣名單 曾任新北市高雄市副市長 也當過行政院秘書長的李四川 擔任副首 蔣萬安也跟侯友誼借兵 現任新北市府財政局長李太新 轉任北市府秘書長 以及前新北都更處長張溫德 接手副秘書長 被視為是蔣萬安侯友誼合作起手勢 新北市的人才也是國家的人才 只要大家都願意為這塊土地共好 除了侯家軍進駐北市府 在北市深耕超過30年 藍營七連霸的施議員陳永德 接管素有天下第一大局 民政局長 而新任督發局長王玉芬 更是北市首位女性督發局長 另外過去好龍斌時期 擔任環保局長的吳勝忠 這回也回過市府 四財四手 最重要的他們都有他們 相當豐富的一個資歷 就能夠馬上市政做接軌 我看他有一些風格各種滿像的 用很多市府官上來的 而且大部分都在台北市當過 好處是業務比較熟悉的 我想他上線都比較容易 小內閣名單曝光 向來有話直說的柯文哲 難得收起炮火 不過外界關注另一位副市長人選 傳出是他 市長在廣正人財中 非常感謝大家 他在廣正人財中 謝謝 曾擔任蔣萬安競選總幹事的 立委林毅華口風超緊 傳出他明年二月辭立委 在進市府 可避開立委補選 蔣萬安的人事案 顧蓋先一半 還要等算盤打得準 才好全面攤牌 記者黃明君 往事安台北採訪報導 現在指揮中心已經公佈 戶外不用戴口罩了 但是您真的在戶外 會脫口罩嗎 還是說繼續戴著呢 那有不少人還戴著 現在真實的原因也曝光 網路調查就發現 大家公認第一名 原因竟然是為了安全感 而提升顏值的部分 也是在第三名 但是指揮中心提醒 年底各地的跨年晚會 可能會對防疫造成考驗 因此呼籲全程戴口罩 不要飲食 專家也認為現在疫情已經反彈 民眾要有心理準備 街上行人來來往往 全都戴著口罩 指揮中心已經公佈 戶外不用戴 但為什麼大家還是戴著 因為戴起來可能會比較好看 氣溫也比較低 戴口罩會保暖 網路調查大公開 民眾戴口罩真實原因 第一名竟然是有安全感 其次是擔心空氣品質差 再來可以提升顏值 結果擔心染疫落在第八名 露出來的地方 像是眉毛眼睛比較美麗 那當他拿下口罩的時候 就會讓人家有一種落差的感覺 起碼大叔七月初 在南韓舉辦失聲秀演唱會 結果造成大規模傳染 台灣跨年活動也即將到來 專家憂心 跨完年大家都中招 本來說可以不用戴口罩的指揮中心 突然大轉彎 建議是全程戴上口罩 盡量不要飲食 演唱會是非常高風險的場合 指揮中心公佈 疫情連續四天上升 上週新增48例Omicron本土個案 包含41例BA.5 兩例BA.2.75 一例XBB 兩例BQ.1 兩例BA.2 暫時還是以BA.5為主 佔了86% 醫師省長男直言 曲線已經反彈 明年一月中旬 會是第三波疫情的高峰 沒有確診過的人首當其衝 全面解封得等到明年三月 尤其是還沒有確診過 新冠肺炎的民眾更是危險 因為他們還沒有抵抗力 所以在這段期間 非常容易感染到新冠肺炎 尤其農曆春節 許多台商即將返鄉過年 變種病毒將會是最難控制的部分 之前他們在出境的時候 是有在做檢驗 接近春節的時候 會不會再繼續執行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定 都會影響到 我們是不是有要增加一些防疫措施 指揮中心表示 疫情沒有辦法再下降的原因 除了疫情鬆綁之外 自然感染跟疫苗抗體 都在漸漸衰退當中 民眾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記者陳時戀王一仲台北報導 而現在天氣冷 許多人就想要吃個熱熱的火鍋 但是要特別小心 恐怕會把農藥給吃下肚了 台北市衛生局針對火鍋業者 來進行抽查 發現了幾家知名的火鍋名店 包括了海底撈 老四川以及撈網等等的店家 都被檢出部分蔬菜農藥殘留不合格 甚至超標73倍的情況 對此這三家火鍋業者就表示了 已經停止供應不合格的蔬菜 並且更換廠商重新上架 天冷就是要吃鍋 但北市衛生局針對火鍋餐飲業者進行抽查 他竟發現多家火鍋名店都有農藥超標情形 其實抽驗農是五件的產品 那有五件是品質不符合 那我做率是49.09% 包含知名連鎖火鍋店海底撈的白蘿蔔 被驗出芬普尼 芬普尼代謝物0.001ppm不合格 撈網鍋物的青菜一口氣 煎出芬普尼0.046ppm 芬普尼代謝物0.011ppm 百粒普分0.73ppm 超標多達73倍 老四川麻辣燙的香菜 也被驗出不得見出的 沙草劑草托近0.02ppm 你有點擔心吧 擔心拉肚子 我比較小心一點 因為怕吃的對身體會有影響 對此業者們也作出回應 海底撈與撈網都強調 已停止供應不合格蔬菜 並更換廠商重新上架 老四川則表示 11月初接貨衛生局通知 就先把香菜下架 同時要求廠商跟公司內部要落實徹底 清洗步驟更換廠商重新上架 但該如何吃得健康 你把你的菜的話 放一個大盤子裡面 拿水龍頭開小水浸泡 用流動清水來清洗 大概10分鐘 專家呼籲火鍋店業者 上蔬菜盤之前 每樣蔬菜最好都用流水清洗 才能降低用餐民眾的致癌風險 記者黃俊陳佳倫 台北採訪報道 當然大家都喜歡 趁著在冬天進補 包含了薑母鴨 羊肉爐或者是燒酒雞 這些都是有不少人的愛好 但是也有家長會想要幫家裡的 小朋友補一補 可是醫師就提醒了 小朋友肝臟裡頭的酒精去青霉 發育還不成熟 如果吃下了含酒料理的話 反而會讓小朋友身體不舒服 嚴重的話可能導致昏迷 甚至影響到大腦的發育 天氣冷吃個燒酒精暖胃 要是喜歡重口味 整罐米酒加下去再點火 紅色火光滿足視覺的同時 還能燒掉酒精 不管是薑母鴨羊肉爐 都會加酒提味 大人喝湯好滿足 小朋友也跟著吃 多多少少都會讓他喝一點 如果有滾過的話 那個酒精會發掉的快速 所以說對小朋友 應該是不太會有影響的 噴噹噹 噴噹 家長不能輕忽含酒料理 事實上燉煮一個小時 酒精殘餘還有50% 即便持續滾兩個小時 酒精殘餘還是有5% 酒類對小朋友就比較不建議 那麻油其實可以適量給一點點 可能要到國中或高中 給他們會比較合適 小兒科醫師提醒 5歲以下小孩 肝臟中的一種代謝酶還沒成熟 食用酒精輕則頭痛嘔吐 嚴重恐怕會代謝性酸中毒 癲癇甚至昏迷 就會對我們的神經系統產生影響 間接影響我們大腦的發育 或者會造成我們一些發展遲緩的現象 修正錯誤觀念 天冷燉湯給小孩進步 最後一滴酒都不要加 以免適得其反越補越傷身 記者楊神里雲杰台中報導 再看回來大陸暫停的台灣食品進口 包括了台灣醃酒金門酒廠 以及黑松等等的知名企業產品 在大陸經營台灣食品超市的台商就透露 現在只能靠庫存 之後恐怕就沒貨了 至於台菜餐廳為了避免受到影響 已經盡力研發出一樣味道的醬料 也有餐廳持續在大陸尋找食材 希望能夠做出台灣味 色澤金黃的塔香三杯雞 鹹中帶甜傳統淡仔麵 聞到味道就知道是純正台灣味 或是來一杯清爽台皮解思香之情 隨著大陸暫停台灣食品進口一波接一波 在大陸經營台菜的餐廳 也要自尋方法找出路 知名連鎖台灣餐廳在北京開店 像是雞湯要做出台灣香嫩雞肉 也持續在大陸尋找業者合作 復刻出好吃台灣味 為了避免八寶飯等傳統甜點受到影響 就要天南地北找食材 像有時候我們八寶飯裡面的有一些配料 我們會試著用不同的天南地北的食材來嘗試 除了要找各地食材做出台灣味醬料也是關鍵 肉燥飯的精髓肉燥或是提味的胡椒醬料等 無法從台灣進口 只好轉移技術到大陸調配出經典台灣味 烏魚子現在更是沒有台灣貨源 相關料理只好從菜單中消失 專門賣台灣零食和飲品的超市老闆也擔心 台皮和黑松等飲品 現在因為有庫存可以賣 之後可能就沒貨了 未來可以吃到的台灣味 選擇恐怕越來越受限 記者李清陳志茂北京採訪報導 社會焦點要來看到今天這部影片在網路上面流傳 這是苗栗 頭份有一間宮廟 舉辦廟會活動的時候 雞童疑似不滿女性徒著裝動作太慢了 居然出手橫甩了她一個大巴掌 啪的一聲 女性徒近乎被打飛 整個人還轉了大半圈 差一點就跌倒 但是周圍的人卻冷眼旁觀 事後這個影片被PO上網 民俗專家就說了 鄭神是不會隨便打人的 因此他認為這個雞童是挾著個人滋思 行暴力行為 正在著裝的雞童不知哪根筋不對 突然出手狠狠打了女子一個巴掌 啪的一聲清脆的巴掌聲 可見力道之大 短髮女子快被打飛 整個人轉了大半圈 處長打人的是苗栗頭份一間宮廟的雞童 雞童在等待神明降價的過程中 就先左右猛灰必打的 後方信徒險先亮槍 但周圍的人只是叫他撐住 我人都有散步 雞童又疑似不滿工作人員動作太慢 發出人類怒吼 他就比較假的 女子本在幫忙著裝 突然被打了一個大巴掌 轉了半圈後 無臉退下 疑似因為太痛了 揉眼睛視淚 其餘人完全無視 只有一名阿伯尚且安慰 神明他不會有這種動手動作 雞童怒甩信眾巴掌 影片PO上網引起踏伐 網友怒轟 假借神的民意失暴 怪力亂神 史上罪躁欲 假鬼假怪的神棍 打女孩子的一巴掌 這在民間已是 已是公然侮辱傷害了 該雞童我認為是 假個人之師 以行暴力之行為 民族專家說 當眾賞人巴掌 非正神所為 對此宮廟粉專 也被洗版要求要說清楚 但廟方大門深鎖 並未作出回應 放任輿論 繼續發酵 見苗栗綜合報導 在台北市有一名高中生 日前低頭滑手機等劫運 結果被下車的男子 兩劑頭錘攻擊 這個高中生嚇壞了 趕緊再跑回到車廂 沒有想到對方也跟著他 追進車廂再補一拳 警方事後逮到了動手的男子 他辯稱是不滿高中生擋到路 才會動手打人 高中生在月台等捷運 車門才剛打開 一名紅藝男就用額頭撞向男學生 撞一次還不夠 兩度拾出鐵頭弓猛撞 高中生當場傻眼 但這還沒完 紅藝男邊大聲標罵邊 出拳攻擊男學生 眼看對方都已經走進車廂 男子竟衝上去 再補一拳 這才趕緊離去 我覺得蠻不應該的 我覺得只要動手都不OK 其實可以口頭告知就好 就是大家大概禮貌一點 因為上下車人很多 大庭廣眾公然攻擊 事發就在台北捷運中山國小站 日前高中生搭捷運準備返家 沒想到卻被下車男子徒手攻擊 而一切起因竟是等車站的位置 警方調查 原來當時陽性男子正要下車 認為高中生沒禮貌 先下後哨 黨在出入口 要對方移動被拒絕 加上疑似聽見學生辱罵才會動手 但被害高中生否認有罵人 認為男子誤不攻擊頭部 事後驗傷提告傷害 警方調閱 分視器 無線 查我 該你男子 尋後傷害作為偵辦 男學生當下滑手機 疑似沒注意到要下車的男子 意外擋到出入 但紅衣男動手達人就是不對 現在也得為了一時衝動 背負罪責 即日預算型 一名熟客不斷的催餐 還質疑店家調包了出餐順序 認為遭到刁難 當場對著客人破口大罵 夜市攤販大排長龍 但店家和客人卻起了口角 叫囂的年輕人其實就是老闆的兒子 不斷對客人嗆瞎 連老爸都攔不住 而衝突原因疑似是老顧客惹怒人 就說不能等退你錢 在那邊炸在什麼那邊 不要你拐啦 還算是不是 嚇到是不是 11號晚間台北寧下夜市 知名東山丫頭生意搶搶棍 其中一名富人卻覺得等太久 多次詢問餐點進度 甚至質疑老闆偷換出餐順序 小老闆看不下去瞬間暴怒 他認了說他應該給他 我沒給他 講話越來越大聲 意思就是說我給他調包 那我兒子可能看不下去 所以講話比較大聲 這間東山丫頭在地知名 每每營業都是人潮滿滿 想吃還得排上一段時間 這回因為排隊問題爆發糾紛 這什麼態度啦 你就叫做你什麼態度啦 你對練習的方式這樣啊 恐怕也多少影響商率 就搖一場由淘台北參謀報導 驚險的直擊來看到 雲林有民眾募集一名男子 帶著正在學步的幼童 站在馬路中央 而且旁邊還有汽機車呼嘯而過 結果男子絲毫不在意 讓募集民眾直呼太危險了 馬路上一歲大的幼童 跌跌撞撞的走到路中央 一旁大人完全不以為意 男子帶著學步的幼童 一個不小心幼童跌坐在地 此時此刻機車從旁呼嘯而過 進擊放慢速度 過沒幾秒 又有另一輛機車靠近 三名大人忙著聊天 完全不顧幼童安危 放任孩子在路中央學步 不只機車還有轎車路過 畫面超級險 小孩身高那麼矮 根本如果汽車駕駛 死角沒看到 這樣真的遺憾中生 真的太危險了 李先生說日前他把車 鄰庭在斗六的迷里街上 眼前一名男子帶著學步的幼童 霸佔路中央 時間起碼五分鐘 根本把馬路當作自家學步舞台 他質疑大人毫無危機意識 痛拼實在太危險 依照大陸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處罰新台幣500人8號 畢竟事發地點 車輛來來往往 不時有汽機車經過 但三名大人不只沒制止 還讓孩子在路上學步 看看這驚險畫面 令人捏把冷汗 記者黃翔富 王百英雲林採訪報導 現在為了要去講話 內政部居然是砸下了重金 寄出每拆除一座兩獎銅像 就提供10萬人的補助 蔡政府上任之後 大稿去講話 蔣公銅像被視為眼中低音頻頻遭殃 這回內政部還砸重金 鼓勵縣市政府或學校 只要拆除一座兩獎銅像 就給10萬補助 全部編列1100萬預算 目標要清除900多座銅像 民眾聽完罵到反調 有一點民粹的感覺 有點莫名其妙 東西都在那邊那麼久了 有必要嗎 沒意義啦 你浪費那個錢 建造一個銅像 又拆除一個銅像 人民的辛苦的納稅錢 就真的被你們揮霍了 現在的政府很不可思議 我做這些違背 個人良心的事情 民進黨做事情 完全就是以他意識形態 為出發點 一點是非都沒有 網友大閘國 猛算政府做這種事情 特別認真 竟然把我的稅金 拿來花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 還有人紅財政府 漁獲外銷被卡 兩手一攤 去獎卻超積極 獎勵拆銅像 卻不發防疫津貼 民進黨錢太多 不知怎麼花嗎 更質疑 難道是蔣萬安選上 覺得去獎話不夠徹底膩 民進黨是覺得蔣萬安當選了 所以發現大家對蔣家不夠仇恨 又出台了這項荒謬的命令 不僅是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而且真的是吃飽太險 你搞意識形態 用我們納稅義務人的錢 補助十萬塊 你有毛病啊 你這樣子 你以為你就會永續執政 藍軍鴻現在政府變成用錢 引誘去講話 基本上就是要挑起族群子 之間的矛盾跟仇恨感而已 已有學校決定不移除 學意就是要把它保留下來 藉由這樣的一個學習 正是這樣的一個日常 我講話來講也是一件好事 蔡政府重賞加速去講話 但從學校到百姓 卻是罵聲不斷不買單 記者林醫生 張佑慈 陳怡榮 台北宜蘭採訪報導 先感謝倉鼠鼠的斗內 我們詳細的斗內內容 晚上十點再跟大家來報告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 近日最熱門 我是馬德林辰佑 我們晚上再會 我晚上十點兒 我們下一個月的斗內 我會否認識一下 這就是 你材料 我可以 你站在這裏